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梦尼坦 看到我就知道我讲解梦了 但为何我今天会拿着足球呢 这就和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有些关系 我手上的足球和你的梦境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其中一个最大的关系就是 你会将这些生活压力 包括被人吵醒 自己要在教导中看球 或者是你翌日上班的情绪和压力 会放进你的梦境 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将你的梦境内容 或者的一个pattern会有改变 例如有些朋友会在梦境看见别人踢球 又或者自己不懂踢球 有些女性的朋友 但她会发梦自己 为什么我下了场呢 我是荷兰队 为什么呢 这个可能在讲几件事 第一 你留意梦境里面 有没有对手 有对手的话 可能对手是你的球队 还是对方的球队 第二件事就是 其实梦境的主要内容 是有关于什么 例如我一直带球 一直冲冲冲 然后我入楼 中间过程很顺利 或者是 不是 我要在别人身上 抢球回来 然后射门 我是前锋 我很紧张 很大压力 可能很大机会 都是反映你日间生活里面的一些压力 例如是你要跟别人争 有些project 或者有些东西是关于速度 时间 你要在这段时间里面 完成一些工作 或者是你要 其实这件事不是 你说我已经有个很清晰的目标 我只是很顺利地一脚踢入楼 其实就可能说 你这件事已经在掌握之中 而你亦都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 你一射入 有些朋友要留意 你不要以为你在别人手上 抢球 或者自己很顺利地入楼 在梦境里面 就等于你现实的目标 那件事一定做到 因为回来 就是因为我们现实做不到 我们才将那件事带入 在梦境里完成它 那意思是怎样呢 就是说 你只不过是用个梦 来圓自己现实缺失的梦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能你在人事方面 或者你不够努力 又或者很多原因 这个日后有第二集 可以再解释 但是证明就是 总之你不够努力 你要继续努力做好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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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